对于芝麻整个生育期来讲 需要最多的微量元素是什么呢 一个是蓬肥 第二个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钙肥 对于蓬肥来讲 到底应该在什么时间去用 可能咱们农户都不太注重这个事 对吧 认为芝麻特别好管理 就像这一片芝麻钉 几乎就是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管理 任其自由的生长 像这样的一个生长状态下 你认为它会取得一个高产吗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那么对于芝麻高产这一块 我们就要去抓住 去补充它的微量元素 通过椰面喷湿 我们去补充微量元素 这个时间 最好是在开花之前去喷洒 这个熬和泰的钙 最好在开花之前 我们要去喷洒这个熬和泰的棚肥 还有熬和泰的钙肥 如果说找不到这个熬和泰的钙 和熬和泰的棚 你可以去使用绿化钙 或者去配合 那么烹沙液去进行就行 第二次叶面喷湿 最好是在我们这个湿嘛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尖 完全的这个子力饱满之前 就完全饱满的时候 这个时段 我们去进行第二次叶面准肥 怎么样用 可以用磷酸二氢钾 然后再打一次膨肥 就可以了 磷酸二氢钾的用量 我建议选用0.3%的含量 比较合适 一桶水的用量 建议是使用40到60克之间 这个膨沙液 我们要二次吸湿一下 因为你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 如果有时候买不到 这个熬和泰的膨 那么像这个膨沙液 我们买到这个膨沙以后 我们需要去二次吸湿 吸湿以后 我们再用膨沙液 和这个磷酸二氢钾 掺到一块去用 这个膨沙液 建议一桶水的用量 去配到60到80毫升 这样的一个用量 是比较合适的 好了 傅老师本期主要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盖以及膨 应该是在什么时间去使用 好了 感觉视频有帮助 在下方多多地给傅老师点一个赞 农妹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我没有见面了 现在大蒜已经进入半清期了 有些农户呢 现在已经追过反清肥了啊 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追过肥以后啊 这个大蒜呢 还是出现干尖黄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知道啊 很多做这个农业的一些老师啊 普遍介绍到啊 这个大蒜 干尖黄药 是一个缺肥所造成的 但是经过农户啊 追过反清肥以后 并没有减少 干尖黄药这个情况 那么这些我想给咱们朋友们聊一聊 就是说大蒜 干尖黄药这个情况 当这个不是肥料所引起的 那么另外是什么情况呢 尖尖那么浓厚 拔出来一个蒜苗啊 先去看根基部 拨开以后呢 看看有没有一个蒜区存在啊 看看有没有一个注释 或者是啃食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情况呢 也会引起大蒜的一个干尖黄药 减少营养的供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缺肃症 大家知道呢 大蒜经过一个冬季啊 整整的 大概得差不多有五六十天的时间 原来啊 这个大蒜 它在苗期的时候 这个营养呢 主要是通过母体的营养 那么到反清以后呢 它就要脱离母体了啊 就需要外在的营养供应了 也就是说我们追这个反清肥的时候 一定要去配合一些微量元素 除了我们正常的使用这个 比如平红肥啊 或者是蛋林甲这些肥料之外 接下来咱们农户呢 一定要去配合使用 比如说过瘤酸钙 或者说是一些烹砂 以及硫酸鸭体 这些微量元素 一定要去配合上 一块去使用 那么咱们农户呢 也可以去通过 烟面喷湿的这个情况去进行啊 在烟面喷湿的时候呢 建议一桶水 就是三十斤水的一个量 建议呢 可以加入瘤酸钙呢 是六十克 然后呢 云台素内脂 一般是五克的一个量 然后呢 再去配合一个 氨基酸的一个水溶肥 氨基酸 这个水溶肥呢 一般建议 三十到四十克 这样的一个量 去进行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罗妹妹们大家好 本期呢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一期啊 我想给咱们朋友们 聊一聊 关于小麦空汪剂 它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或者注意事项上 很多农户啊 咨询现在这个 小麦空汪剂啊 到目前为止 还能不能够使用 我一般都是这样回复的 先问您是什么地方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因为 有南往北啊 小麦这个生育期 所处的生育时期呢 是不同的 再加上去年的一个 暖冬的一个天气 今年小麦这个 拔截呢 普遍的提前了 可能有些地区呢 现在已经处于 小麦一个拔截时期了 使用这个空汪剂 一定要敢在 拔截之前去进行 为什么拔截之后 不建议再去 使用空汪剂了呢 首先我们空汪的 目的是什么 主要是为了 防止小麦 它的一个顶端优势 来缩短小麦的 一个猪高 以此呢 来提高后期的 一个抗倒腹的能力 那么我们缩短的 这部分间距 主要呢 就是想让小麦的 这个静梗啊 发粗发壮 尤其是小麦的 第一个静节 和第二个季节 这两个部位 最为重要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在 拔截7的时候 再去使用空汪剂 就会导致呢 小麦呢 可能我们呢 第三节 或者是第四节 控制的比较好 比较粗壮 但是第一节 和第二节呢 还是比较谦细的 这样子呢 反而在 这个倒腹方面 更容易 造成一个倒腹 这个就是 不建议在 拔截7呢 去 再去 喷洒这个空汪剂了 那我们 正常时间来讲 这个空汪 最好呢 是敢在 拔截之前 去进行 那么这个拔截 有没有一个什么的标准呢 也就是说呀 我们 把开这个小麦 这个进击部 我们呢 去看 如果说进击部 第一节 露出地面 两公分到三公分 四公分 这样的一个距离 说明小麦的 已经出于是 八截的时间了 就不建议咱们 农户再去用了 希望对咱们农户 有所帮助 农户们 大家好啊 本期呢 我们又见面了 这期啊 我想给咱们朋友们 聊一聊啊 就是关于小麦 追肥的一些话题 这个反清肥 到底应该是 在什么时间 去追比较合适 有的呢 说是在三月份 就应该去进行 三月份呢 主要就是一个 小麦的反清时节 也有一部份农户呢 认为应该是 在小麦 进入拔截期 在进行追肥的 到底哪一个产量 更高 我的观点啊 应该是什么呢 自己呢 到自家这个地块 先去看一下 小麦的一个展示 根据展示去进行追肥 我认为这样子呢 效果是最好的 的确啊 小麦呢 在年后 有一个二次分镍的 一个高峰期 可能呢 好多农户认为啊 提高小麦的分镍数 那么小麦的 每亩的这个产量啊 就会提高 这个真不见得 举个例子 假如说呢 咱们本身 一亩地啊 种下种量 就比较高 另外呢 小麦的分镍率呢 比较强 如果咱们放到 三要份再去 接着追肥的话呢 就很容易导致 增加的这一部分呢 好多都是 无效的分镍 这个田间呢 是密不透风 反而呢 有利于一些 病害的出现 或者是后期 这个倒腹的情况呢 比较严重 反而呢 会容易减产 所以说呢 如果说 针对这样的 一部分地块 我建议呢 咱们农户呢 可以适当地 往后放一放 去放到四月份 也就是 拔茧的时候 拔茧起 然后再去追肥 假如说咱们 这个地块呢 本身 下种量就比较少 分镍率呢 也比较少 另外呢 就是咱们这个 底肥的时候啊 用肥量不足 在这个时候呢 建议咱们农户呢 就可以考虑啊 在三月份 优先的结合 反清水一块呢 去用反清水啊 来迅速的提高 小麦的粉尿率啊 以促使呢 小麦呢 这个产量 有所提升 希望咱们农户 在 跟着这个话题上 一定要 看地 是非啊 农戏朋友们 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要见面了 种大棚蔬菜的 有一棵种瓜类的 比如像甜瓜呀 或者是根瓜 黄瓜等等 那么对于瓜类上 实际上最为重要的 一种病害 是什么呢 除了双维病 就是白粉病 可以说这个白粉病啊 流行起来是特别严重的 尤其是在一些 高湿的一些天气 白粉病 大家知道啊 这个椰片上呢 有一个白毛状的 这个包子 包子一旦形成以后 咱们去打 这个杀菌剂 由于包子存在呢 就很难够清除干净 目前来讲呢 就是这个杀菌剂呢 已经产生抗性了 所以说呢 我将一旦农户啊 一旦发现这个包子以后 首先呢 就要先用这个小苏打 从这个椰片的正面 就是有上往下 依次去打这个小苏打 一喷污器呢 建议可以使用到60到70克 这样的一个量 从上往下 包括叶片的正面 背面都要打掉 最好呢 是把这个包子呢 能够先冲刷下来 冲到这个地面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方面 毕竟呢 小苏打术是减性的 建议咱们农户呢 冲刷下来以后 间隔三天的时间 去使用现在进口的比赛均安 这个一瓶呢 是100毫升 可以打石桶水 同时呢 可以去配合 像别的这个零酸二清甲呀 或者蓬肥呀 可以一块用啊 也可以单用 然后呢 迅速的去把叶片 这个有上往下 包括正面 背面 依次呢 去打 最后一定要注意啊 包括地面的 咱们冲刷下来的 这个 蒸菌包子 这个操作行 这个地面 同时也要连地面的一些杂草 都要给它 喷吃 这样子呢 百分兵才能够彻底的根治 好了 希望 本期的讲解 能够帮助到您